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办法表现出画面的真实面貌 这就需要我们把画脱表一下 使字画得到更好的保护 同时也能烘托字画 并能起到突出神韵的作用 不但便于拍照 更能通过脱表 让你真正了解各种指性的特点 尽快地选择出适合自己的纸张 想要学会脱表 那首先必须要知道 浆糊如何制作 脱表的方法 技巧 工具是怎样的 下面我们就把这些内容 完整地呈现给大家 说到脱表 首先要了解的就是浆糊 浆糊是书画脱表过程中 最重要的粘合材料 也是书画装表成败的关键的关键 要制作浆糊 首先我们要取一些面 来和一个面团 因为我们只是简单的脱表 所以和很少的面就可以了 有些人直接用面粉来煮酱子 这样会影响装表的质量 因为面中有很多杂质 还有面筋 如果不去除掉 就会出现浆糊的焦性太强 凝固力太大 作品容易反卷 容易招虫 出现没点等现象 这就需要我们和面洗粉 把面筋 杂质 麦皮等全部提出去 这就需要我们把面和好 醒好 并揉面 至表皮光亮 然后在一小盆中加入清水 放入面团进行洗粉 有人喜欢用纱布包住面团 用这种方法来洗粉 方法不同 目的是一样的 洗粉是将面粉中的麦皮和 所含的面筋等杂质提出 留下淀粉以被制糊的过程 面筋提取以后即可有效的解决 表间反卷 招虫和没变到问题 面筋提出之后 需要沉淀 再过滤出面粉中的麦皮 以及所含的杂质等 通常提取粉浆之后 需要经过几天的沉淀 换水 去除偏黄的水 使之清澈透明 这样小粉才会洁白 熬熟的酱糊也才会清亮好用 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快捷的方法 通过几次沉淀过滤之后 就直接熬制了 在熬制时要一边熬制 一边搅动 直到煮熟为止 提取粉浆之后 一般制作酱糊的方法 有锅煮法 蒸汽法和水冲法 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锅煮法 熬制好酱糊 下面我们就讲一讲 不同化鞋的拖表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捐化鞋的拖表方法 在拖化鞋之前 首先要检查是否有破损 或者是是否容易掉色 下面我们看一看 拖表所需要的工具 通常需要排笔 中刷 刀子 煮起子 煮起子是起化石用的 通常窄一点 长一点 再薄一点 这样会比较好用 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竹子 我是用做饭的竹铲子做了一个 所以不够长 也不够薄 另外还需要一个镊子 是用来剪刷毛 或者其他杂质用的 另外就是针锥 还有就是毛巾和尺子 这些就是我们脱表画鞋最常用的工具了 脱表画鞋的托纸 在装表中叫脱命纸 由此可见其重表性了 脱表画鞋的纸张 通常选用干净 洁白 无杂质的净皮纸 因为宣纸中的杂质会影响画鞋的美观 我们现在演示的是 如何用画锥来定点方画鞋 因为脱表用的命纸或者是画鞋 都不能够用笔来做标记 不然会污损画面 所以都用画锥来定尺或者定点 用针锥定点之后 直接用尺子确定好位置 直接裁切就可以了 装表工具中没有什么直角尺 都是用针锥定点裁切的 脱纸的大小一般都是笔画鞋 每个边大两厘米到一寸左右 我们现在选择这张脱纸 用的是云笼纸 这种纸的拉力比较强 但是它里面有粗纤维 是不太适合做脱表用纸的 我现在用这种纸 就是要大家看一看 最后的效果有什么不同 针锥的定位方法 就是边对边的定位 边对边才好 纸张或者是画心就方正了 这就是针锥的作用 采好脱纸 下一步就是准备浆糊了 把我们之前煮好的浆糊 取出一部分 加入清水调和 因为我们是简单的脱表画心 就省去了白帆 花椒 桂皮等的摄入 配料部分主要是为了防虫 防霉 防跑色跑墨 我们是简单的示范 所以省略了这一步 通常脱灵 脱卷的浆糊 比脱宣纸的浆糊 要稍微稠一点点 调好浆糊后 用湿毛巾 把案子擦干净 然后把画心背面朝上 喷上清水 然后可以用中刷 或者用手 把画心扫平 或者是拉平 再用毛巾 擦干画心周边的水分 撕一条旗口纸备用 我们现在用的是 最简单的直吐法 这种方法适合脱表 不易掉色的作品 我用排比调浆 浆水不要太多 通常是在作品的右侧 四分之一处上浆 定位刷石 然后向右横刷 右上右下 向左横刷 左上左下 板刷行走的方向 为米字形 或者是戒字形 我们这幅作品比较小 板刷比较大 所以从中间直接上浆 排比行走的方向 不能乱 要全部刷到 要使画面完全斩平 再用毛巾 擦干净画心的四周 把托纸卷起 这样便于上纸 在画心的右侧 放一把直尺 与画心的距离 就是托纸大于画心的尺寸 通常为两厘米左右 这种方法就是确保 托纸的正确位置 确定好上下距离以后 用中刷上下固定纸张 然后左上左下 均匀前进 再用中刷 剁形画心的四周 这样保证画心 与托纸的紧密结合 然后在均匀的刷时 托纸 再用刀子协助掀起一角 然后慢慢将整个托片拉起 平放在旁边 再用毛巾擦干净桌面 如果是上墙 就把纸的四边刷上浆水 然后右手的拇指和食指 拿好中刷 食指和中指夹住右边的直角 左手的拇指和食指 拿住托纸的左脚 直接上墙即可 这幅画比较小 所以我左手拿得比较随意 我们看一下 纸边上浆水的方法 然后把齐口纸 放在比较方便的位置上 由于作品比较小 我就直接托表在桌面上 这种方法比较适合 大多数家庭 把画面翻过来 调整好位置 用棕刷 刷屏画面 把四边有浆水的地方 重点刷实 把齐口纸轻轻拉起 向里面吹气 这样可以防止 脱表件 与桌面粘连 新买的中刷要处理一下再用 如果刷口不够长 可以拆除一行到两行线 用水浸泡一下 泡出中红色 晾干后 拿中刷在砂纸或者是水泥地上 来回擦几下 这样刷口就会变得柔顺很多 就不会刷坏脱纸和画芯了 脱画芯一般天气比较好的情况下 一天也就可以了 脱表完全干了以后 会非常平整 我们在齐口纸的地方 沿着齐口纸 把竹刀伸进去 向左下推进滑动 然后再向右下推进滑动 右侧边围 右上推进滑动 左侧边围 左上推进滑动 然后拉起两脚 右侧偏用力 这样 托片就被取下来了 通常走到这一步 如果需要的话 就可以给作品拍照了 因为多余的底纸部分 可以用来固定托片 而不会影响画面 我们下一个步骤 就是方画芯 要把旧的刀片头掰掉 使之百分之百的锋利 然后先裁出一个边 作为基础 当然这个边是不能倾斜的 然后对齐右边 及上边 检查四个角的位置 然后用针锥定点左上角 根据定点的位置 裁去多余的部分 先对齐两条边 可以左右同时定点 也可以先定一边 裁完之后 看看效果 正面的画面比较暗 不太容易观察定点的位置 比较容易出错 我们再用同样的方法 来确定一下定点的位置 感觉右边有点倾斜 多出了一点点 再定点裁一下 说明刚才两线没有完全对齐 从背面观察定点 裁切 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定点的位置 不容易出现对不正的情况 裁切好之后 检查长边和短边都是否平齐 我们再用裁板的格子 来确定一下 我们裁的画芯是不是方正 完全没有问题 这就是利用针锥来方画芯的方法 另外因为这幅作品 我们用的是云龙纸 作为脱纸 仔细观察 还是可以看得出 背纸里面有纤维的感觉 所以在选择脱纸时 一定要选择干净 洁白 无杂质的宣纸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块彩板 非常好用 不但有经纬尺寸 还有45度 90度的角度 刀子割过 也看不出痕迹 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脱表不同宣纸画芯的方法 首先我们选择的是 比较常见的 普通单纯宣纸表现的作品 脱纸我们选用的 也是同样的纸张 我们看看脱表完 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在没有脱表前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纸张比较薄 而且有折痕 画面的层次也不十分清晰 采好脱纸之后 我们把它卷成筒状备用 取出一部分煮好的酱子 因为我们只是脱化芯 所以活的面比较少 洗出的粉也比较少 可以随用随做 如果你是做大批量的 活的面很多 洗的粉也很多 那就要知道保存的方法了 一种方法是 把洗出的小粉晾干 变成淀粉 保存起来 用的时候再熬煮或充滞 另一种方法 就是把所有的小粉都直接熬制 熬好之后加水 使之抹个浆糊 经过几天的沉淀换水 去除偏黄的水 使之清澈透明 用的时候取出一部分 用木棒碾压搅匀 再兑水调出自己需要的姜水 我们把需要的酱糊 兑水调成自己需要的粘稠度 然后再过滤就可以使用了 这个姜水调的要比之前 脱圈芯的姜水 浓度要淡一些 因为脱的是宣纸 同样在脱表前 要在画芯的背面 少喷一些水 然后用中刷或者是手 把画芯扫平或者是拉平 使之伸展 避免褶皱 排比的姜水不要太多 因为作品比较小 我们就直接在中间上姜 因为先走一边 所以排比的行走方向 可以是个子或者是介子 另外一边排比的行走方向 同样也是个子或者是介子的行走 只是方向不同 从画面的中心来看 排比的行走方向 基本就是米字形 就是使画芯向四周延展 没有褶皱 并尽量赶出气泡 这样画面才会非常平整 然后用毛巾擦干净 画芯周边的姜水 再把尺子放在脱脂起手的位置 距画芯两厘米的地方 准备好中刷 将卷好的脱脂 对准尺子 并确定上下的距离 中刷刷实固定 然后依次 人字形向左 推进到最后 刷实整个脱脂 再用中刷 敲击画芯四周 使四边完全密合 可以用宣纸来吸一下 画芯的潮气 我小的时候脱画时 这一步用的都是废旧报纸 吸一下潮气 上墙会比较安全 用刀尖协助起脚 这样做可以防止画芯与脱脂脱离 这一步要比较小心 掀起脱片时 动作要慢 要轻柔 避免动作过大 使脱脂和画芯分离 把脱片放在一边 用毛巾擦干净桌面 然后在背面脱脂的四周 上浆 放好齐口纸 用棕刷向四周 扫平画面 从齐口纸处催气 使画面与桌面分离 然后再用中刷 敲击脱脂四周 使之完全粘合 防止画芯的干燥时 拉开边缘 使画面变形 另外在脱表之前 要检查墨色的牢固情况 比如大红 大绿 阳红 墨等 容易出现问题 检查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用食指 沾少许的清水 在浓墨 或者是重色的地方 按一下 看看手指 是否有色 或者是墨 如果有色 或者是墨 脱画时 就会跑墨 走色 这就需要处理 如果是绘画作品 可以先在背面 涂一层极薄的浆糊 等干了以后再脱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在跑墨走色部位的反面 涂上淡的浇翻水 以求固定墨和颜色 这样就可以解决 跑墨跑色的问题 脱片完全干走以后 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出 画面细节的变化 然后我们用竹起子 在齐口指处 小心的使脱纸 与桌面分离 然后轻轻地将脱片拉起 下一步就是裁边 对齐裁过的边 用针锥定点 再利用定的点裁边 用针锥定点 直接按点裁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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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百分之百的方正 所以针锥的运用非常重要 透表完之后非常平整漂亮 这时候你用来装框还是拍照都非常方便了 下面我们来选一张更薄的纸的作品 看看托表这种纸的作品应该注意点什么 这种纸张的作品如果没有经过托表是很难拍照 也不太容易分辨出画面的最终效果 所以这类作品托表就非常重要 我们选择的托纸还是跟上一张作品一样的普通单线 采好托纸后卷成筒状备用 桌面一定要干净 在画的背面喷上清水 但不要太多 因为纸张非常非常的薄 所以要轻轻的拉平 这个时候如果要用中刷扫平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上将的动作也要非常轻缓 排比行走的动作要慢 要慢慢的向前推进 排比行走的方向同样是个子或者是戒子 要轻柔的前行 有褶皱的地方要慢慢的推行 直到把褶皱推平 要轻轻慢慢的推平所有的褶皱 排刷行走的一定要稳 不能有漏刷的地方 检查漏刷的方法就是压低视线 观察画心过僵的反光 如果反光不均匀 就说明有漏刷的现象 这样的方法还可以检查 刷毛有没有遗留在画心上 检查完之后用毛巾擦干净画心周边的浆水 擦的时候要小心不要碰到画心 把尺子还是放在托纸骑手的两公分处 踩好托纸卷好 我们用的还是单宣纸 把托纸对齐尺子 确定好上下的位置 用中刷在起手处上下刷一下 固定托纸 然后向左 中刷人字形前进 托纸 托纸起手术有些不平 把托纸轻轻拉起 中刷向下向右 擀平托纸 用中刷杂实画心四周 这些方法跟前面托纸的方法是一样的 再用宣纸吸一下托纸的潮气 在托纸四周上浆水 上浆水时一定要注意 不要刷到画心上 在起画心的边角时 一定要注意用刀尖辅助进行 防止画心与托纸脱离 下面我们用未经上浆的作品 来演示一下起台的方法 这样比较安全一些 把画的边缘拉起之后 为了增加强度 我们在两个角的地方增加了起台纸 然后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握住中刷 食指中指和无名指 捏住起口指和托片 左手捏住起口指和左边的角 这是上墙的演示方法 起口指可以增加湿的托片的强度 我们来看一看托片上墙的方法 把托片扶在墙上后 中刷直接刷实右上角 用嘴催气使上边贴合墙面 中刷直接跟进 把上边贴实 然后中刷轻轻下行 刷实下边中点 把起口指放在自己习惯的位置上 然后左右对称刷实托片的纸边 中刷行走的方向一定要有理向外 要使托片完全拉平 传统表画用的大墙 都是用木格子做的纸墙 有一定的吸水性 我们现在临时托表一下 不需要那么专业 三合板五合板 桌子门都可以代替 我现在用的就是门 只要平整 擦干净就可以了 刷实托片丝边以后 在起口处催气 防止画芯与墙板粘连 再用中刷 刷实起口处 再仔细检查一下 画芯是否平整 托片丝边 是否刷实 等完全干燥 即可下墙 下墙的第一步 就是用竹起子 从起口指处 慢慢的向下向外推行 然后再向上向外推行 使整边起开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 用竹起子 向下向左推行 将下边起开 再用同样的方法 起开上边 然后拉住托片的上下两脚 上脚相对用力 将托片分离大墙 下一步就是方画芯了 先裁切画芯一个长边 这个长边通常选择 是有字 款 印章 靠边的一口 在托表中 裁切的边叫边口 再将画芯折过来 对齐切口 然后用针锥 在两边定点 再依据真眼 裁切两边 然后再对齐边口 用针锥定点 最后一个边 再依据真眼 裁切这个边口 我们再将裁过的边口 对折 看是否平齐 最后 我们再放在裁板上 检测一下 边角都没有问题 这个画芯就放好了 放好的画芯 也称静芯 你可以装框 拍照 检查你画的笔墨 或者再继续装表成轴 都可以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拖过的作品 笔墨细微的变化 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 拖画芯这个步骤 非常重要 今天的内容 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 留言 分享 点赞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节课见